被拿破仑作为结婚礼物的金价枪水 其背后的公司 萧兰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呢 而被公认为贵妇用品的 人媚百兰之谜 她背后那童话般的起源故事 你知道吗 王妃又为何被指定为赫莲娜的全球代言人呢 SK2 为什么不叫SK1或SK3 Hello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aker 本期我们来盘定一下这四大 每一勺都用的心疼的贵妇及化妆品 首先回答大家的疑问 拿破仑三世 当时送给她妻子 乌仁妮皇后算是创始人娇兰老先生创作的帝王之水 这不仅让她获得了皇家调香师的美誉 并成为了皇室供应商 也是这时候开始蜜蜂这一元素渗透到了娇兰的品牌文化中 雍容典雅的平身 加上精妙绝伦的蜜蜂装饰点缀 任谁看了都会为之心动 其圆柱形的圣机灵感正是源自于巴黎旺多慕广场的拿破仑仪式柱 但五位数的价格也只能让我们望洋心汉 说到娇兰 我最新想到的是艺术自然 为什么呢 因为焦兰在元南天子山自然保护区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创建了天子生物多样性发展中心 以保护珍贵的雨林与兰花的自然栖息地 其中的负责人之一就是被称为雨林精灵的李婉蛋的妈妈 其中有一个绝美的爱情故事 她的爸爸玛优是从事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修复 和再造工作的德国生态学博士 妈妈呢是为了支持爸爸的事业 放弃了自身的工作 并离开家乡和爸爸一起 共同扎根在雨林的保护事业 爸爸会每天到院子里采一朵花 放到妈妈的枕边说 我爱你 我虽然不能带给你无尽的财富 但我能带给你无尽的花朵 但就像是所有故事都有中章一样 这样的幸福的故事也迎来了她的尾声 她的爸爸呢一年年因病去世 而妈妈则继承了爸爸的一波 直至今日依然奋斗在修复雨林的第一线 雨林精灵这本书完整记录了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大家有情绪的可以自行查阅 说到Lamay呢 你知道她是怎么诞生的吗 私底下我们都喜欢开玩笑叫她辣妹儿 但她的起源故事可非同一般 这一切都始于航空航天故理学家Max博士 在一次实验室事故中被烧伤 当时的科技水平没有办法帮助她去除疤痕 不愿放弃的她最终经过600次的长刺和12年的探索 让她找到了她的灵感muse海洋 通过把特定海域的植物经过特殊的调配手法 最初去除脸上的伤痕 这款梦幻般的配方也成为了海兰之谜经久不衰的秘诀之一 而我在今年2月坐长途飞机到米兰巴黎赶往女庄州的路途中呢 就靠这些产品来帮我续命 拯救我那疲惫不堪的脸 在今年杨子琼获得奥斯卡影后之后呢 他们也立马来了一组女性力量的广告片 杨子琼那一句对我而言海洋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有没有激发到你呢